这是芭蕾岛可能最著名的其中一个寺庙 前面就是建在这个芭蕾岛 一个很小的小岛上的一个庙宇 非常出名的庙宇 一千多年了 现在水位很高啊 这个浪很大 据说是如果是退潮退的特别多的时候 这个能走到这个小岛上啊 现在肯定走不过去了 这个水你看这个浪多大啊 非常大的浪 我现在要环绕一周 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边这个岛上面还有几个亭子啊 前面有很多商铺 有很多小仓馆呢 这个说明门票进来以后 这个公园还是面积很大的 看一看这边这边的浪也很大啊 看看 这边有这个岩石啊 来看看这个浪 从这个角度再看看啊 这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海滩 从这个角度再看一看啊 这个小岛上的古庙 转过来看看 这边是被海浪吹的 下面很深 被海水长期的大力冲吹 下面全空了啊 那边很深 可能有好几十米啊 刚才沿着这个小岛这个古庙转了一圈啊 走到这边一个仓馆呢 坐这儿喝一个椰子水 给大家看一看这边这个仓馆和这个海岸线的风景啊 风景很好啊 这边前面几个都是仓馆啊 这次我在这个仓馆呢 你看坐到这个海边那个桌子上 叫一个椰子水 休息一下啊 很谢意啊 走到了海岸的另外一边呢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看这个小岛上的古庙啊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更小的小庙 前面呢 看一看呢 前面是一个悬崖啊 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洞可以穿过去啊 这个海风一吹还是挺凉快的啊 浪还是挺大的 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庙啊 这个庙叫什么我也叫不上来 看着造的还挺精致的 应该也是很有历史啊 前面这个塔你看 很有特点啊 这个塔 现在天气特别好 空气特别好啊 温度挺高了这会儿 走近看一下这个塔 这是一个四方的长方形的院子啊 这院子里不让进 沿着这个外面这个围墙走一圈看一看呢 不知道为什么里边不让进 刚才沿着这个围墙走了一圈了 庙宇走了一圈 走到这边看见这个佛像啊 这个应该是印度教的庙啊 这个拜的什么神我也不清楚 应该是印度教的庙 现在来到这个庙啊 这个庙 周围一个挺大的一个 一条河啊 现在来到这个巴厘岛的梯田呢 看一看 这据说是这个是最大的 巴厘岛最大的梯田呢 看一看 挺壮观的 这个主要是 这个稻子刚收了以后 这个还没有种下啊 下一波还没有种下 所以 这个稻子没有长出来呢 来了巴厘岛怎么能不看这个梯田呢 本来说不来的 最后还是来看一看吧 还是挺壮观的 到这个梯田这儿 这边的我估计是农民设了个小亭子啊 在这儿喝口水 坐点歇会儿 风景很好的 还是啊 这个梯田还是挺壮观的啊 很大的一大块梯田 后面是一个挺高的山